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雷台装备的部分吧 那雷台装备有分四集 有四个嘛 所以我基本上会把它分成四集 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 那也会稍微排序一下一个兑换的先 先后顺序这样子 好 那我先站一下我的牧场 等我一下 OK 站到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觉得这是第一集 所以我们就来讲我自己觉得最后再换的这件装备 那这件装备就是我们的先锋号角 先锋号角就是破局的生死服 也就是所谓的下位版的帅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帅印呢是会 减免趴伤 那减免趴伤效果代表说我们最后的兵力结算会比较多一点 那号角是回血 类似一个额外的小回春这样子 那所以为对此来说 我们的这个先锋号角 就可以用来跟帅印的一个效果做一个对比 一样都是让剩余的兵力变比较多 一个是回血 一个是减免趴伤这样子 所以先锋号角其实都被称作一个小帅印 所以他的玩法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呢由于大家几乎都会买帅印 所以我自己觉得先锋号角这个装备 相对来说比较不急着去兑换他 再加上他是需要到300雷台币 这个比较高额的费用 这对于初期的无克维克玩家来说难度非常的高 再加上另外其他三件装备的CP值都比他来的更好 所以说让这件装备的表现就逐渐黯然失色 变成说他是属于一个我自己觉得最后再换的装备就好了 他将先锋号角基本上只有初期比较有用 比你想想看只回50兵力 再额外多30回80兵力 然后最后战胜敌方之后多回个1%最大兵力 80加上1%我自己觉得是偏少的 所以说我自己会觉得说先锋号角的回血效力真的是太惨烈了 那不过这件装备呢一样可以用作一个刷城防 像你可能今天你要刷官城 官城可能有几百队 那你需要靠一个队伍去单刷 你用这个去刷会比较省时间这样子 就不用一直死光的回来再出去这样 他可以多刷几场这样 那这件装备适合谁用呢 他谁都适合也谁都不适合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补血装 就跟帅印一样 谁都适合谁都不错 那他是谁都适合但谁都普普这样子 所以先锋号角算是一件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装备 但整体上来说他就是一个回血的效果 那我自己觉得与其用这个真的不如用帅印 那他主要就是给真的没买到帅印 然后又缺续航能力的玩家 来作为一个下位版 低配版的一个帅印使用这样子 那基本上个人是完全不建议说 硬拿他来当帅印啦 但很多人类似买不起帅印的玩家 会自嘲说 那我们就把他当小帅印来玩吧 所以先锋号角才会有小帅印的称号 好了这件装备个人觉得是雷台排名当中的第四名 就是说你不用急着换他 就算没换也没差的一个装备 那当然啦 因为你后期还会持续打雷台 你在最后的时候把他给换出来 我自己觉得 他当副将装 当二军装 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 毕竟讲真的 你额外多了回血 多了4.4围 那落差还是有差的 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稍微看一下雷台装备 冷月推荐 第四件兑换的装备 就是我们的先锋号角 那整体强度偏弱 是一个要比较高花费 却又没有比较高CP值的一件装备 为此我个人建议把它摆在最后再来做兑换 那另外剩下三件装备呢 它分别会有在不同情况下 有不同的优先度 所以我们之后的排名会是依照冷月现在玩的这个玩法 就是我现在走赵云的这个路线 我应该哪个优先换 来作为一个讲解的想法这样子 那当然啦 你今天玩文官 你可能玩国家 玩官宇 或者是玩太史词 我会讲这三个 代表说他们三个各有一件适合的装备 今天你走这三个角色 那你势必也要经过一阵纠结 因为他们分别都适合不同的装备 为此其实雷台装除了先锋号角一定是最后换之外 其实其他装备都各有优先的一个理由在 所以我们就等下一集再跟大家揭晓说 冷月觉得我下一个我应该哪一个先换会比较好呢 就是我们兑换的第三名 好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准备结束啰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透透的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啰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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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